煎包听起来很普通 但彩色煎包就不一样了 这家煎包店的老板 用天然食材当作染料 替面皮上色 研发出外观像巴勒的素食包 还有像橘子的红萝卜煎包 同时满足视觉 嗅觉跟味觉 三重感受 也成为了当地人 最爱的下午茶首选 这个在网络上很有名 叫煎鸡水跟煎巴辣 淘可口中的煎巴辣 远远一看 一颗颗的翠绿圆滚滚 在煎排上整齐排列 倒有几分相像 不过仔细瞧瞧 这不是水煎包吗 我算是台湾第一个做煎包 做有这个颜色的 你确定吗 我算蛮确定的 这至少在台南 蛮多人认为是色素的 原来网路上引起讨论的煎巴辣 是搞怪老板刘展智的突发旗下 绿色象征环保有机 跟素食里面有搭 而红萝卜做的橘色包 就配高丽菜台湾猪 视觉味觉都有惊喜 也难怪成为台南炙手可热的 新鲜包款 生煎包是淡面的嘛 我们也煎淡面的 因为我要让它呈现出来的颜色 不会跑掉 所以我不能说到面杰了 水量这个算是煎包 水煎包的做法 那我的皮又有一点点像生煎包 就是这样 真的很香 这是素食的 50个 那你买那么久 买这么多 对 我们两个人啊 买回家慢慢吃啊 有一些朋友也要啊 曾经他们分享过 他们说不错 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来 他说好 我们要买几个买几个 就这样子买 专程来 对 专程来 不错啦 口感很好 我是一个嫌不下来的人 对 我一天二十小时 除了在睡觉我都在工作 包括我出去玩我都在考察 我都在拍照 去看看人家的优点 这一锅胡椒香气 混着香油的魅惑 炒的是素食包的丰盛内馅 香菇木耳还有菜脯 除了有高丽菜脆的口感 还有菜脯的口感 因为外面一般素的煎包 就是高丽菜 胡萝卜丝嘛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希望 它的内馅丰富一点 然后吃得健康一点 养生一点 下午的人有时候 不想要吃得太油腻 特别是女性族群 所以我们这个素的 先包卖得很好 反肉馅用的高丽菜 用量不少 做事追求完美的陈慧如 坚持手切 不假机器之手 才不会浪费好的食材 菜的甜度它不会流失 因为它在里面挤 挤挤挤挤 那个汤汁会流掉 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都 外面都是用机器替代 替代 不像我们切那么快 所以其实我切得比机器 差不了多少 温体猪后腿绞肉 肥瘦2比8 陈慧如说 东西新鲜 比例对了 自然就会好吃 很多东西都是跟数学有关系 有一个比例 为了要让大家视觉是舒服的 是眷村的东西不再是怂怂的 我想要让它上会议桌 我想要你们开会的时候 是可以把眷村的东西 也当作一个 一个药角这样子 一个点心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用蔬菜 比去做区分 要让大家习以为常的煎包品项 除其至胜 刘展智想到了剃面皮上色的花招 试过众多蔬菜 最后选用青江菜和红萝卜 作为天然染料 一口煎包下肚 有美味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有些蔬菜预热它会变色 一过来就预热就会变色了 变水啊 黑一点 变得比较黑啊 颜色比较深 颜色超贵 对 比较不那么漂亮 像胡萝卜出的水分也会比较多 然后所以胡萝卜的比例 又跟这个青江菜的做起来不太一样 这还是需要一些经验 所以你看我在饺的时候 我有补面粉 因为每一批的胡萝卜 跟青江菜出的水都不一样 我觉得视觉之外 你还是要靠你的内餐 做煎包重视内涵 刘展智本身肚子里也很有料 外文下下教篮球一级棒 还拥有篮球教练和裁判资格 对基层篮球教育很投入 也因此接触到不少弱势孩子们 而特别疼惜 每个月送800颗爱心包 给弱势家庭客服班 偷转引玉回想不小 最主要这个煎包店 已经变成一个 公益平台了 对 我像机构老师需要 需要体育的老师去给小朋友 做篮球课啊 体试也就会找到我 或是需要乐器的 我们就会尽量由这个平台 去宣传 取之社会还之社会嘛 将肩包换上彩色外衣 表里如一 传统创新兼具 刘展志单作一样 就在美食大本营台南 抢下一席之地 我们现在是十大下午茶之一 对 然后中西区我们在Google 美食是前十名 如今以公司行号 下午茶外送为大宗 口碑成功在当地人口中 蔓延开来 来到台南东区 有一家人际锅贴 内馅用的是温体猪的后腿绞肉 油脂跟瘦肉 以1比2的黄金比例搭配 再加进洋葱去腥增加甜度 他们家的锅贴不止皮薄馅多 还有满满的汤汁 让消费者一吃就上瘾 成功登上高铁杂志的 台南美食介绍 小姐 你好 需要什么 你要20个锅贴一个酸辣汤就好了吗 许笑华的大肩台 热力不断从缝隙中蒸腾而出 像是迫不及待要招告天下 自家锅贴是俯臣的人气小吃 掀开锅干的瞬间 总是最漂亮的洗精时刻 一个个锅贴带着 森黄的微微焦脆口感 外形近乎完美 贴近粉丝的舌尖想望 水太多它会烂 水又不能太少 水太少又会没有熟 对 所以要 会抓那个水的量 要煎到它的底部会酥 底部要够焦 太板它会软软的 不好吃 煎锅贴许笑华讲求表里一致 外皮麦相和口感要好 内含也不能马虎 温体猪后腿绞肉浓鲜合肚 不油不柴内外兼具 比较饱满 对 比较有重量的 吃起来会饱 产品品质一点也不输人 薄力多销用满足策略 在对手虎视之下 维持领先优势 能成为和知名品牌抗衡的 在地小吃地头蛇 皮薄餡多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 就是都会有汤汁流下 而且它那个肉的味道非常的香 对啊 有些那种尖角吃起来 那个肉味不是会臭臭的吗 对啊 它们家完全不会 八颗就非常饱了 后腿肉 Q心 韩心 较有 油加三肉 这个2比1 三肉肉都没油就可以 洋葱就是气心 再来就是它的甜度很甜 洋葱是锅田内餡的 天然甜度来源 而许家的赚钱心法来源 则是许爸爸 许中山 波贴一做数十年 是在地知名的念典达人 肉你要差不多30斤 还有才差不多要40斤 我们都是用一般很自然的东西 比你做得好的话 东西做谁就好吃了 餐大概20分钟 然后下去做它会比较顺 它有一个韧性 韧度 如果你刚做完 下去做的话 它会比较没有那个韧度 每天早上十点半营业 九点不到 许绍华的工作马达 已经开始高速运转 一个半小时得要备好 至少三千个锅贴 送进冷藏 供应一天的需求量 即便与时俱进 才用半自动化生产 也得要四五个人手 才能维持运作 许家的锅贴打出知名度 成功登上高铁杂志的台南美食介绍 把平凡的品项做到声明大造 我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也没有什么目标 就算说就回来做看看 自己家的工作 所以就多努力一点这样 毅力坚持 是许家父子两代 锅贴里最重要的内餡养分 就算没有经验或天分 找对方向 手脚并用 努力开展前进了步伐 如同经过温度兼煮 鲜美的一口酥脆焦香 终会有值得的回味 天会做烂 有心要做的其实 天都会做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